东海岸知名餐厅讨昂百合春天 今天清晨惊传火警意外 消防单位获报后立即派人前往灌旧 所幸起火地点是餐厅外的一处木造凉亭 火势很快就被扑灭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乡长江丽婷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发放慰问金 协助业者重建 木造凉亭遭大火吞噬烧的噼里啪啦作响 几乎要延烧到一旁的建筑物 现场情况危急 获报并在第一时间内赶抵现场的封兵消防队 立即铺设水线密集喷水灭火 希望能够尽快控制火势 这一期火警事发生在今天凌晨6点多 地点是封兵香敬普春的这一间知名的原住民餐厅 索性起火地点为残亭外的一处木造凉亭 经过消防队抢救下 火势很快的就被扑灭 没有任何人员的伤亡 分队出动116191前往 到达后是一处茅草凉亭前面燃烧 分队立即出两线实施灭火 索性在第一销使用消防级补助的 偏向第七小伯母 发挥效果 有效阻结火式的燃烧 得知获得金钟奖节目主持人奖的陈耀宗 所经营的餐厅遭到助容 乡长江丽婷也在第一时间内到场慰问关切 并发送慰问金协助餐厅战渡难关 也希望业者能够尽快完成重建 而业者陈耀宗感谢并表示 未来会重建外部的厨房 让喜爱原住民美食的游客可以来品尝 记者是玉兰封兵采访报道